大小车辆不断再加上通往中平街和新西街方向的道路 并且是上下坡的路段 这里是中山区中和路6号附近的三叉路口 大小车流量非常多 夜晚亮度也不太够 行驶中山区来往台北的太乐客运也在附近设置休息站 客运必须来这里转弯进出休息站 让这个路口经常发生意外 机动市议员张炳君接获民众反应 特地邀及当地中和里长苏柴雪 和市政府相关单位人员办理会堪 希望增设路灯以及红绿灯寻求改善 提升用路人的安全 因为这边常常发生车祸 有时候就请张医言来帮忙争取一下 卡上红绿灯那边 中和路6号前我们这个三叉口 其实这个地方很常容易发生车祸 因为它临近我们中和路的交流道 附近还有我们中和国小也有学童一些进出的问题 但因为其实这个路口没有增设红绿灯 变成很多的车辆的强快 造成交通意外的发生 今天特别来办理 请我们交通处来这边勘察 就是希望来这边增设红绿灯 当然因为其实有一些限制的条件下 目前交通处的回复是没有办法增设 但我觉得民众的安全依旧还是我们放在首位 所以我们要先机器来争取 首先在这个路口处先来去增设路灯 增加它的照明 然后避免降低我们交通意外的发生 未来其实我们还是要召集 我们不管是交通处 我们交通队或者是其他相关单位 重新在这个路口处 再来去办理会看研议 找出一个适当的方式 然后来去增设红绿灯 这才是可以守护我们民众安全的解决之道 会看后相关单位同意先加装路灯提升照明度 是否设置红绿灯号制 则必须考量是否有力感的地点 以及必要性避免造成短暂性塞车 张炳君表示将会择其在办理会看 找巡视和装设红绿灯的方式和地点 寻求合适的改善方法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